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喝一口咖啡 点点今天事就开始了 有网友就质问我 说最近好像 你做点点今天事少了一点 而且好像显得匆匆忙忙 道理很简单 积极性降低了嘛 为什么降低呢 就是因为最近打赏的人 好像少了一点 虽然有 但是还不够多 我这个人不表扬 不赞扬 不击少 积极性就是差 批评我 我不行 表扬我 我来劲 所以我喜欢表扬 我一起公开说了 这没办法的毛病 这开玩笑 开玩笑 真实的原因不是这个 真实的原因是我陪这个 一位很好玩的网友 因为他从很远的地方来 虽然我们 刚刚认识 但是我从这位网友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是一位很成功的企业家 那么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企业家 所以我从他身上学习很多东西 然后加上我还要处理一些日上的杂物 所以真的是每天12点钟 1点钟才来得去想到 要点点今天事 一看实在太累了 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又要跟网友互动一下 搞到现在 匆匆忙忙 点点今天事 那么点什么呢 我想到早上有一个网友 就给我来一封短信 也是指纹我 但是和平竞争应该高一点 对吧 你要点那些大老人物 一个已经过期的 随便是个正部级的官员 你还叫李刚 你还去点点他 人家不会关心李刚的 看的人比较少的 我被他这么一急吧 我就比较激动 因为有时候我除了赞扬被激动以外 大家即将发来 我偶尔也中招 其实也不是中招 我就说没关系 那我今天继续点一点李刚 我非得再点一点李刚 所以李刚本来我昨天没想到 今天要继续回来 不好意思 李刚先生 但是敌李刚先生 我先要回答一些网友的一些问题 有一些网友就是说 民生银行 早几天的一个首席信息官 叫林小薛先生的被双规了 你能不能点一点 是不是民生银行又要出大事情了 那么你能不能点一点 我对林小薛先生不了解 那么对民生银行呢 了解一点 所以呢 我就只好点一点 其实呢 首席信息官这个职程 我都搞不清楚是什么职程 就是一个什么职程 但是呢 肯定是民生银行的一个关键性角色 因为林小薛先生呢 以前就当过农业银行的副行长 所以呢 从这个职务来讲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 我讲出来的这个职务 就告诉大家 实际上 林小薛先生他的问题跟民生银行没有 没有直接的关系 原因是他刚刚到民生银行 真正的问题很有可能是 农业银行当副行长去接 所犯的事 因为呢 农业银行的老行长 向中波先生 就是被点点今天事给点进去了 开玩笑 不是的 是党叫他进去的 点点今天事给他点了一下而已 他进去之前 我们跟他轻轻点了一下 但是呢 他得到这个消息 只是说 点点 只是没事 出来搞了一个记者会 过了一段时间 几个月就点进去了 其实很多人物啊 我们点了 不是说他不会进去 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进去 我们点了 可能他又找到关系 暂时不进去 但是并不等于未来不进去 中纪委现在很忙 他就不能按照点点今天事的办事 那党组织还能叫党组织吗 那么林小薛先生的事情呢 他主要是跟向中部的 有一些关系 不过呢 民生银行这个事情 远远没有了结 没有了结的 即是今年四月份 有一个叫民生银行的副行长 叫赵品章 我不知道名字有没有记错 那么他是被送贵了 那他就是在民生银行 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所以他的问题呢 跟民生银行有一些关系 但是呢 民生银行的问题 为什么 引起大家一种注意 引起一种关注 是因为民生银行跟海航 跟这个 马云的公司 跟王剑林的公司 跟这个 吴小飞的公司一样 是非常引人俱目的一个银行 因为参与银行的这些人啊 参与银行的这些人啊 都是一些就是 很有名的人物 很有头领的人物 或者是一些很成功的结佳 包括里面的董事 有的还是我的老朋友 这个不能跟着你讲我的这个名字了 这个讲名字 大家去查一查 有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吹牛啊 即使我要讲起吹牛啊 那真是可以吹起来 民生银行没有成立之前 金书平先生就到 到美国来 我就跟他吃了一顿饭 讲起这个金老 个子很高 人很瘦 这个 很单瘦 人真是非常的有礼貌 非常的有修养 我呢是 深受这个工商林啊 明镜工商林的这个 早期的影响 我十几岁的时候 复兰财经学院的那个教授 叫叫叫叫叫 我今天讲一下他名字了 叫黄世华 黄色的黄 实业的诗啊 真华的华 他现在应该九十多次了 白色的 希望他老人家身体很好 那么他当时呢 就对我比较 关心嘛 也可以说是比较器重嘛 他就把我一度推进到了明镜工商林工作 那么黄世华的财经学院呢 就培养去了很多官员 其中有一个官员 现在就是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 蒋超良 听说是人民银行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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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圈的主要候选人之一 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从一个省调到另外一个省 已经有了两个省的资历 那么 更大的官员 除非他抓住了什么问题 或者的话 是正常的事情 那我 当时候 金书平是九十年初期吧 到美国访问的时候 那个时候 民生银行没有开始成立 但是呢 当时候金先生呢 他已经跟我讲了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们要成立这个东西 当然我就跟他讲了 我跟龚山林的这个 这个 历史了 我说我当年啊 写凡理字 当年啊 受了一些 基本上的人文 就是 就是 代用处事啊 的一些 人生的一些经历 都是这些 老先生告诉我的 因为老先生 都是四十年代的失业家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的失业家 或者是 知识分子 或者是回国回来的 或者是一个 比较有 有经济实力的家族 都是当国厂长啊 经理啊 这边是有很好的这个 传统文化的这种修养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诶 写凡理字号挺有意思的 因为当时 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老先生 他专门负责这个文史资料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 民主建国会也好 这个工商也发展也好 这个资料 所以我在他身上 他当然 去主管这个文史资料 那当然就有一些素养 所以 从这些老先生 没学到一些东西 那工商林 民进工商林的经历 对我后来也有影响 所以我那个时候 根据 金书平先生 就谈得特别来 所以那个时候 民生银行还没有开始 民生银行 应该是96年 还是99年开始的 金书平先生 那个时候是出来探路 那个时候 中国的经济 根本就 还差得远 所以 那个时候 官员也比较谦 那金书平先生 但是他的背景也比较谦卑 他是好像没有成为国家领导人 是当过一个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工商林主席 因为有时候是给了民进主席 一个全国副委员长 或者是郑家副主席的名额 工商林主席好像没有给 当然在有的地方 民进工商林是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 就是你参加了工商林 你可能就是民进成员 其实参加民进和工商林 都现在已经 都完全没有价值了 那么这个金书平先生 现在还在世 昨天我跟商家的朋友一聊天 他说金书平还活着吗 金书平其实还活着 他其实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 就是完全 简单来说 就是完全没有基本上的老字 讲话全部都不行 但是大家 有人就说不能让他去世 他去世很多事情 就要重新改写 所以有些老干部 其实外面的一些媒体 瞎编 说这个官员 发表一个什么上书 这个官员又讲出一个什么话 他是真的不了解情况 你早几年流传了万里的上书 万里的讲话 万里的跟别人的题词 那完全是胡说嘛 对不对 那个 许先生去世 许先生去世的时候 然后万里的一个公子就出现了很不错的一个人 他跟我聊了几句 我的朋友跟他都很熟的 知道万里的情况 万里的先生到了晚 你就已经早就身体完全不行了 就是说 是一种老年痴呆 都不认识人 有一段还只认识到埃西湖 后来埃西湖都不认识了 那有的人还说乔施 什么乔施在薄写来的事上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早几年我还看到这样的评论文章 哎呀 这东西能跟事实相传十万八千里吗 乔施在去世之前 就完全不行了 也是 对吧 做容易了还是不能走路啊 他其实脑子都根本不行了 就是 所以这些 不了解中国的真实的信息啊 想当然的一些评论 或者想当然的一些判断呢 有时候跟事实相传很远 金世平先生也是这样的 那么 民生银行这么一个以工商联为背景的这一个 你看他的名字就是民生 实际上是民强银行 或者是强民银行 实际上是很强的一批商人 民间的商人所组织的这么一个银行 再开始 我们知道啊 这个 董光彪先生 是董光彪吧 不是 董光彪 老是把陈光彪给链接在一起了 董光彪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 从河南那个地方崛起 江湖说是他找了一个什么银行的一个领导人的女儿 然后一步步爬上来 这个东西 阴心不温曲曲 有几个阴心没有这样的历史的 这些历史 如果他不是阴心 那你找的女性人多了 找一个什么老丈人多了去了 所以这些东西啊 不能去吧 人家的这个才华啊 才指啊 该掩盖掉 哎呀 董光彪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 在他的手上 才把这个民生银行啊 搞得这个风生水起 你光是靠这个刘苑豪啊 楼志强啊 或者是这个张什么 张什么伟啊 张红伟啊 就是这些人是大老人物 真正正在办事情把民生银行搞起来的 就是这个董文彪啊 对吧 当然董文彪后来的一些问题 现在关于他的非议也很多 麻烦也很多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 这个一度啊 就是说他搞了一个中名头 因为他不到这个民生银行了嘛 就搞了个中名头 人家就是说他是一个另外一个战略布局 所以在毛小峰 就是这个民生银行的航站嘛 2015年被抓的时候 就把这个 这个 董文彪也处于一个非常尴尬和微信的境地 那个时候 一下子他又被抓了 一下子在边控了 一下子又逃走了 真的逃走了 哦 在东南亚出现了 过了一段时间 人家过一段时间又回去了 诶 没事 其实呢 有人说这个里面很复杂 很复杂 这个董呢 确实是听说是被边控了 这个边控啊嘛 它也不是个严肃的法律效应 如果你呢 所以现在乱来嘛 所以呢 就是这个 随便把一个人边控 那么 有人呢 就直接打通了关系 打通了关系以后呢 使这个 董啊 就离开了中国 离开了中国了以后 因为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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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到负责的人就不干了 你这样搞的 都被我完全背叛了 怎么样 再加上专案组 中案组 这个一协调 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回来 回来回来 没事没事 对吧 有些事情讲清楚就可以了 听说董先生就这么回去了 这个传说啊 这完全是民间传说 是不是真的 下一次看有没有机会我去 问问董要不要先生 或者是董先生他自己出来解释一下 这是一段说法 但是呢 听说一个其中担保的人物是谁啊 就问题就大了 这个人就是孙政才 哇 孙政才 一个正在引以升起的 灿烂的政治猩猩 是八大 平地一身春来 对吧 出来一个胡成华 出来一个孙政才 双双几八人 就跟当年的胡锦涛和温家宝 就像当年的习近平离开家 没想到 这种一颗灿烂的猩猩 谁 醉 就醉落了 他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时是他担保了 这个 董王彪先生 离开中国 所以 他要承担责任 一个这样的一个政治猩猩 要警求甚为啊 千万被没有抓住问题啊 结果听说呢 他真就是当了政治主委员以后啊 真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物 所以很多错误啊 他只愿意在18代以后犯的 说图目惊心啊 问题严重啊 超过你和平的想象啊 我说我对你们的胡来啊 真的不敢想象 不敢想象 我说你怎么还不公布啊 你们怎么还不公布啊 他说这信责要查查查 肯定公布 没问题的 你对我们的预测和分析是正确的 肯定是有问题 但是问题比你想象的严重一点 这个我就先不去说他了 这个 但是我只是之前 我们点点今天是点出了深圳财同 这肯定有问题 对不对 而且之前已经暗示他有问题 对不对 而且他被抓了以后 我们也讲述他有很多问题 还有人说 陈子以后就 让他淡出来就算了 那完全是胡扯 深圳财同志的问题很严重 对吧 刑期也是比较重的 不是无期 不是无期就是什么 这颗司法 比较严重 有没有司法 现在还不知道 也许最多就是个无期吧 无期就已经够严重了 那么深圳财为什么 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帮董王彪呢 压向这个东西呢 第一 这个深圳财有一点打大妄为 第二 他的老婆 跟民生银行 不是有密切关系啊 他就是在民生银行里面工作啊 对吧 他原来本来是个学校的老师 是北京司法学院啊 是司法大学 好像司法学院啊 喝个咖啡 抱歉 这个 他开始是搞一个培训中心 民生银行培训中心 大家都叫胡老师 胡老师 我好几个朋友都知道 开始讲到深圳财的胡人她不知道 胡英这个名字还不知道 一讲到胡老师 我知道这是胡老师 胡老师 胡老师 大家民生银行的人都叫胡老师 开始叫培训中心 后来搞得很大了 对吧 然后叫民生学院 那后来搞得更大了 就跟清华大学啊 联合办学 几道考啊 什么清华大学 什么清华大学 北大 跟哈佛大学和建球也没什么差别 对不对 不能说没什么差别 差得远 一个更烂 对不对 哈佛比较烂 建球比较烂 但是更烂的是清华或者是北大 随便跟企业家给点钱 就给你当一个理事长 给你当一个什么学院的民主院长 或者是什么东西 都是玩这个东西 只是说呢 打斗学院的名牌 出来招摇撞变 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层高地位 层高地位 受人尊敬的这种感觉 大学的受人的感觉 给这些人行骗了 有了一个最好的外衣 如果你是教授 我们肯定很尊敬你 也不容易 对吧 如果说你是大学校长 我们很尊敬你 你含金量 被我们增进的含金量很高 所以这些企业家都知道这一点 都是找一个什么学校 甚至后来都把自己的一个什么培训中心 就变成一个学院 报了这个民生银行 搞了一个学院执行长 执行副院长 还是执行院长 还是院长 我都忘了 反正就是胡老师 所以胡老师在这个里面 跟董欧 那当然就跟董先生有关系了 有董先生的这种关系 当然就得到了深圳才的这个 给他的担保 也就变成理所当然 那么这当然 要董先生未来出来解释 就是我只是听说的这种传说 但是这个胡女士啊 她跟这个深圳才的这种夫妻关系 和董欧彪的这种上网关系 还不是整个游戏的一个中心 而是在这个中心里面 民生银行搞了一些什么人呢 大家都知道 叫官塔塔俱乐部 官塔塔俱乐部 是我们的很多 好几年以前的这个明镜的杂志 所取得这么一个称号 没想到现在呢 在网络上也流行起来了 其实他当然没有人说 就要关塔塔俱乐部 对不对 那么这个里面的成员就很多 那么有一些成员啊 我今天还真不想讲 也不能讲 因为那些人家的现正还在台上啊 对不对 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啊 对不对 不到抓的那个时候 我一讲 那给民间太多的麻烦了 对不对 民间是一个小小的媒体 不能什么都占 不能什么都挑战 对不对 点点今天事儿 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等到哪一天 这些名字公布出来 我还可以吹牛说 我曾经这么点过 对吧 我得轻轻点过 所以我今天是点到了一些 就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 那就除了这个胡 胡英老师 这里面有个成员 但是胡老师 再开始像胡老师 确实不错 挺好的 老师出身嘛 对不对 装出一个教书的一个样子嘛 挺不错 但是没想到他 后来想到自己要变成这个 总理夫人了 就慢慢开始打出一个姿态 就一个准总理夫人的姿态出现 所以大家很不爽 大家很不高兴 觉得人不应该这么变 总理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人与人世间的关系 不适于你的关系来那个嘛 对不对 虽然我们想拍拍你的马屁 但是你做得太过分了也不行 所以胡老师 到底好美好奇啊 这个名声啊 就不是那么好 但是更糟糕的是 在之前也还有很多人比他牛啊 对不对 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还有一些现在这个理念也牛 但是最牛的是令吉华的 这个夫人 这个谷立平 谷立平在当时候呢 因为他们在观察他在一起玩 有的人说的是他们领空想 就是说 怪一个名字实际上领一大笔钱 以防备一年领个几百万薪水 然后呢 一家的开支 或者是叫特别的开支 有名声银行的开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呢 大家串通一下 因为先生都不好联系啊 都是当官的 对不对 那么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纽大 那这个时候令吉华 虽然不是说 这个非常级别高 就是一个中央书记是书记 但是人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啊 那真的是二号首长 二号领导 对不对 所以谷立平在这个里面 就扮演了一个灵魂性的角色 那个时候 胡尹还比较边缘 对吧 那还有这个 苏蓉的这个 夫人 叫什么 叶娜是什么品 什么什么 哎呀 忘了名字了 记忆力不好 然后苏蓉 我早几天也 现在也一直点到甘肃 有关系 跟这个江西 也有关系 他为什么后来被抓 也是因为他 哎呀 实在得罪了太多 孟建柱先生的这个 当年在江西的人 抓了一些梦的脑部下 所以最关键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 如果你不会连接 不会看点点镜的时候 你是看不起里面这个猫腻的 那么这个关他的俱乐部啊 那瑜伽 对不对 一起去旅游 一起去想穿什么衣服 虽然彼此之间是高兴到脚啊 心里面痒痒的啊 对不对 你的丈夫一别高 我的丈夫怎么样 你的丈夫怎么样 但是表面上 大家还是姐妹 对吧 有些闺蜜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对吧 看起来 暴筒切乱 但实际上呢 隔字捅刀字 但是我们不要把人生 讲到这么阴啊 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 就出现了一个人物 就是回到了我刚刚要讲的 因为节目已经二十多分钟了 我还不讲到前面的天幕 人家说你跑的太远 就点到了我们的李刚先生 李刚这个人呢 就是出道很早 对吧 团政院常委 国际部部长 然后十几年前就是副部长 就一直升不上去啊 哎哟 出身不好 更新团出身 人气不好 要跟他一起竞争的人太多 对吧 所以他当年的同事啊 同一个级别的人 人家都是省长 省委书记了 他还在一个 清去衙门里面混 那么呢 就是一直想升上去 后来好不容易啊 在这个香港的这个港澳 驻香港的办公室的这个副主任上 就升了一个正部级 就解决了他的一个正部级的问题 那副部级和正部级的差别大了 对不对 那不仅是对于差别大 从政的时间可以拉长好几年 对吧 所以我早前来说 六十二岁的时候 这个李刚把他免制了 这真的不经常的 现在我告诉大家明底 不经常的一个原因 除了李刚可能涉及的一些问题 其实更主要的问题就是 他的夫人 刘敏 参加了民生银行的官大大职路部 你看 苏仁同志被抓了 生人才同志被抓了 对吧 林基华同志被抓了 对吧 李刚同志呢 问题还不是那么严重 但是呢 没有大问题 也是有小问题 至少政治上没有战队 所以听说就把他免制了 有人说呢 抓可能就算了 听说就把他免为一个天机干部算了 打回原形 一下子打回到二十多年 对不对 听说是这样 不能确定 不能确定 但是可以 有一个消息来源 就已经形成出来 跟刘敏 刘敏这个人 我前面讲了 彭丽媛的下属 听说他还是老相 我没有看他们的简历 两人关系还不错 两人关系不错 一个是在唱歌方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一个是在舞蹈界 刘敏在舞蹈界是三连观 是中国舞蹈方面的首出一指的 首出一指的几个人物之一 中国舞蹈家学会的副主席 解放军意识学院的舞蹈系的主任 当然现在这个艺术学院变到国防大学了 彭和刘敏关系还不错 但是彭丽媛这个人还是比较正直 你真的遇到这些问题 他未必会来挽救你 帮助你 他也帮不了 因为你踩到令计划去了 对不对 这是丈夫之间的事情 他不能参与 但是呢 刘敏不管他出什么原因 在李刚的这个城镇的路上 有没有帮忙 或者最终也没有帮得上忙 但是中间采取了麻烦 还是中间受了什么东西 不管怎么样 李刚同志 被免治了 早几天 但是民生银行的故事呢 只是这些官大大被查了吗 或者官大大大先生被查了吗 民生银行的故事 根本没有揭开 什么时候揭开 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中纪委的同志太忙了 要抓的人太多了 专案组的人 人手不够 虽然每一个大的案子 可以从地方上 从部位里面抽掉一部分人 借掉一部分人来 但是事情实在太多 还不是说被抓的这个人 问题多严重 而是这个被抓的人 怎么跟党和国家领导人切割啊 难在这个地方 哪里啊 这就是政治 点点今天事 快要三十分钟了 绝对不能点下去 如果你给我咖啡 我下次就短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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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